伊利县的警方于昨晚证实,在上周尼亚加拉河流域发现的女性人体躯干受害人为30岁的Larita Jo Gates。 她是纽约州尼亚加拉地区的居民,育有三名小孩,分别为4岁、5岁及8岁。 警方表示,她最后一次露面是在8月25日,而她家人于9月4日向警方报案指受害人失踪。 警方暂时将案件列作凶案处理。 另外,于本周四下午,警方在尼亚加拉河的漩涡急流区又发现了部分的手臂和腿部的残肢, 现在已经送到Hamilton医院进行检查,但暂时还未确认是否跟Gate的案件相关联。